讲到记录第九十九篇《身体的供应》,读经以福所书三章三至六节,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,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,你们念了,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,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,没有教人知道,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史图和先知一样,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,得以同为厚寺,同为一体,同蒙应许。 二章十五节,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,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,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,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 哥罗西书三章十至十一节,穿上了新人,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,正如造他主的形象,在此并不分犀利迷人,犹太人,受割礼的,未受割礼的,化外人,息骨提人,为奴的,自主的,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,又住在个人之内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,但如今之体是多的,身子却是一个。 眼不能对手说,我用不着你,头也不能对脚说,我用不着你。 罗马书十二章三至六节,我凭着所赐我的恩,对你们个人说,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,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,看得合乎中道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,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 我们这许多人,在基督里成为一身,互相联络做肢体,也是如此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,各有不同,或说预言,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 身体供应的必须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。 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肢体,他如果没有别的肢体,就活不了。 在身体里,每一个肢体乃是和别的肢体合起来,才成功为一个身体,在身体里的各个肢体乃是彼此相连,不能分割的。 肢体与肢体之间,必须彼此供应,互相联络,才能生存。 因此,一个基督徒若过着单独的生活,他迟早要软弱,迟早要枯干。 如果我是耳朵,我不能看见,我不能盼望自己能看见。 整个身体乃是以靠眼睛来看现,多少祷告也不能叫其他肢体看见。 这样,如果我是耳朵,我要看见,我怎么办呢? 去找眼睛。 去找那些看见的弟兄姊妹,求教他们。 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往前,我们必须认识,他在身体里所给我们的供应,我们必须应用这些供应。 借着这样身体的肢体间,彼此的依靠,整个身体就得着建造。 我在南洋的时候,有一次与那里的弟兄姊妹谈话,有人问我说,为什么我最近的生活不如从前了? 我并没有犯什么特别的罪,也没有不顺服的事,更没有收回奉献,或者把要奉献的钱拿回来不奉献。 我外面属灵的光景,好像没有改变,为什么我的生活不如从前,好像从前的喜乐失去了,从前的动力也没有了。 我就回答他说,这个原因乃是你个人生活过得太多,太久了,你需要进入身体的生活,一个肢体要有正常的生活,必定需要有别的肢体的供应。 一个人不活在基督的身体里,自然他就得不着身体的供应。 没有一个肢体可以说,他不需要别的肢体,没有一个肢体能脱离别的肢体,单独生活。 罗马十二章三节说,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,不要看高了自己,以为别人都不如你,就轻看,拒绝别的肢体了。 彼得以为别的肢体都会堕落跌倒,而他不会,但是事情一来,他和别人一样堕落跌倒了。 凡高看自己,轻看别的肢体的,迟早要出事。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,也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 所以,每一个肢体都不能缺少别的肢体,更不能轻看别的肢体。 肢体的带倒,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 当你一个人觉得哭泉,碰壁的时候,你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为你带倒。 那种情形才可以过去。 有一次,我病了176日。 我自己每天为这病祷告,但是一直不见效。 等我力气都用尽了,就请一位我素来看不起的弟兄来为我祷告。 稀奇的是,不久之后,我就得着他带倒的帮助,并就见见好了。 何思德弟兄是一个有名的祷告者,他在中国传道的时候,常常叫一位年轻的弟兄来一同祷告。 何思德以为,即使他来了没有说话,只坐在房里,这也是好的,对他也有帮助。 弟兄姊妹,请你记得,这就是身体的供应。 基督身体的供应是实际的事。 许多事情,你一个人再有力,再用力,就是无法过去。 但是你一把事情摆在身体里,稀奇,事情就能过去了。 这就是基督身体的供应。 1930年以后,中国很多地方,教会中常有圣灵浇灌的事情,尤其在山东各地。 那时我得救已有十年了,也渴慕被圣灵浇灌,却得不着。 后来我去烟台,请那里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,不久就得着了。 在英国有一个弟兄,他知道基督的圣的知识,却仍然圣不过一些特别的罪。 后来我就和几位信徒为他祷告,不久就圣过了。 这样的例子,我可以举出几十个。 这些都是身体带导的功效,乃是身体的祷告,把生命供应给有需要的肢体。 神乃是透过许多的肢体,把生命供应给一个肢体。 比方说,手指要得着血液的供应,就要透过肩膀、手臂等。 我们这些身体上的肢体也是透过其他的肢体而得着供应的。 因此,与别的肢体分开乃是愚昧的。 活在基督的身体里眼睛、耳朵、手、脚是什么,这些就是基督自己。 头是基督,身体也是基督。 每一个肢体都是基督生命的一部分。 如果我拒绝在身体里同坐肢体者的帮助,我就是拒绝基督的帮助。 如果我不愿意承认我需要他们,我就是不愿意承认我需要基督。 正像我不能像头独立,我也不能像身体独立。 个人主义在神眼中是可恨的。 我不知道的身体里别的肢体知道,我不能看见的身体里别的肢体能看见,我不能做的身体里别的肢体能做。 所以,我必须让身体里别的肢体供应我的需要。 我必须一直应用身体的交通,因为这身体就是我们的生命。 在旧约里,临到以色列人最严重的惩罚就是隔绝交通。 把他们从他的民中剪除,这乃是最严重的事。 如果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过个人生活,就我们与别人分开,还能够好好的进步。 但因着他把我们做成身体的肢体,我们就不可能离开别人而往前。 我们要学习看线,基督身体供应的实在,学习活在身体里,学习在身体里的这供应。 在旧约时候,会幕或圣殿里的灯牌乃是放在圣所内,因此,人要看见光就需要进入圣所。 在新约时候,教会就是圣所,因此,人要看见神的光就必须来到教会中。 在教会的聚会里,在弟兄姊妹中间,神的光经常特别地照亮。 今天,神的圣所就是教会,神就住在教会中,所以,神的亮光也在教会中。 人唯有来到教会里,才得看见亮光。 今天,基督的一切都摆在他的身体里。 凡是说他,只要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的,乃是愚昧的人,凡是个人的基督徒只早都要变得枯浅。 然而,无论我们的情形怎样,只要我们活在身体中,就能得着身体的供应。 我们每一个做肢体的,都要学习宝贝身体的供应。 宝贝每一个肢体,我们都该学习活在身体里,就是活在身体的供应里。 宝贝